不高兴也没关系 早上牛牛睡得正像妈妈风风火火的喘 闯进牛牛的房间 高声说牛牛该起床了 牛牛不情愿的翻了个身 又睡着了 妈妈匆匆忙忙的准备早饭 见牛牛还没起床 又大喊道 牛牛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月你已经迟到四次了 爸爸也走进牛牛的房间催足起来 牛牛感觉心里有团火 烹得一下烧着了 他故意不吃早饭 气冲冲的出了家门 看到妈妈举着早餐追出来 他的小火明才慢慢削了一半 牛牛仍然不肯吃早餐 也没也没跟爸爸告别 就往幼儿园走去 牛牛你不跟爸爸说 再见不是好孩子 为问指责牛牛说 要你管就你事多 牛牛的小火明 牛牛一下子又被挑换了 做早操的时候 壮壮总是故意踢到前排的乐乐牛牛 拽着壮壮的衣服让他站好 没想到老师立刻批评牛牛说 牛牛不许打扰同学 请你站到第一排来 牛牛的小火明 越烧越挖 放雪排 对过马路的时候 他因为想心事 已不小心闯了红灯 警察叔叔严肃地说 小朋友一定要遵守交通 秩序呀 闯红灯是危险的行为 牛牛的火气越来越大 为什么大家都看我不顺眼 我再也不理妈妈 不理文文 不理专专 不理老师 也不理警察叔叔了 牛牛一心只想快点回家 回到自己的小屋里 再也不跟任何人交往了 他快速地跑进电梯 发出了咚咚咚的声响 电梯晃了一下 里面站着的老奶奶 立刻说小朋友 在电梯里 电梯里可不能 蹦蹦跳跳 会发生危险的 知不知道 牛牛气的火冒三丈 他的两个鼻孔像牛一样 喘着粗气 跑回自己的小屋 紧紧关上了门 然后趴在床上 大哭了起来 牛牛哭哭哭哭得 泪水变成了一头冷静牛 冷静牛一出现 火气牛就和他打了起来 妈妈气死我了 你生气关我什么事啊 哇 番茄味的薯片真好吃 妈妈妈妈 凭什么对我大喊大叫 那一定是你一直犯同一个错误 妈妈闻闻比我 阿姨头她凭什么 批评我 关键在于改掉不礼貌的习惯 而不要在 在 在乎 在乎是谁提出来的 妈妈 老师不问青红皂白 就知道批评我 集体活动的时候 要以集体力 为重 老师会在 会在事后进行调查的 妈妈警察就可以随便批评人 那是 那是 这则 所在 关系到人身 安全的 事情 必须 严厉 制止 当别人的 当别人的批评 让你感到 感到不舒服的时候 要心平气和的沟通 妈妈明天早上 早上叫我起床的时候 您可以先敲门吗 哦好的 宝贝妈妈 把钟 钟 闹针 提前了十分钟 再也不用 争分 多秒了 当别人的批评让你感觉没面子的时候 要给 要 要给出 方法和建议 文文 欢迎你给我 提意见 但是下次 下次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好吗 好的 那是我们都要保守的 秘密 当别人的批评存在 误会 先要 要先接受 再寻找解决的办法 老师 老师 课间 操后 我想跟你谈谈好的 到我办公室来吧 当别人批评的很及时 防止更大错误发生的时候 要真诚的表示感谢 警察叔叔 谢谢你 我刚才确实走神了 老奶奶 谢谢你 我下次一定注意 原来IP屏和受表扬一样 是 是在平常不过的事儿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心平气和的对待 只要我 只要找到正确的方式和方法 保持自己 保持自己良好的态度 哎呀 批评也没什么大不了 原来IP屏和受表扬一样 是在平常不过的事儿 吃饭不许 批击嘴 吃饭不许批击嘴 这能 也是我变成一个小人士 不许乱丢果皮 不许乱丢果皮 这能 纠正 我的错误行为 撒谎不是好孩子 撒谎不是好孩子 这能防止我犯更大的错误 年龙的人才能做医生 自律的人才能 保护 国家经常接受批评的人才能 做得好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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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